嗨,大家好,我是吃辣達人阿威啊 我一直都蠻愛吃辣的 我認為什麼東西 多數的食物啦 我是說鹹的喔 有辣的話就會比較好吃一點 特別是那些很油膩的東西 加辣了以後就變得比較清爽了 沒有那麼油膩 像是那個什麼 什麽石板烤肉啊 或者是那個東坡肉 滷肉飯 挺好的 然後 沒有肉的東西像是吃素食啊 只有那個 豆腐和青菜真的是 味道 沒有那個肉的鮮味嘛 這時候有一點辣還是會讓他比較能忍受一點 對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吃辣能夠幫助減肥嗎 就我多年吃辣的心得 雖然吃辣有很多好處 像是抗氧化啊 然後舒緩感冒 還有那個 止痛 或者是 那個叫什麽東西的 喔 聽說吃 有一點點辣喔 都胃蠻好的 但是 到底能不能減肥呢 他可以短暫的讓那個新陳代謝比較快 可是我吃辣吃這麽多年 隔壁還是一直叫我小胖 所以 壞消息是 吃辣 很可能不會讓你變瘦 除非你吃到傷身的程度 你吃到胃很不舒服 然後你就不想吃東西 這樣子對身體很不好 但是 好消息來了 跟吃辣有點像喔 就是 也會讓人興奮 有快感 的就是做運動 特別是像重訓喔 像我也曾經去跑步 跑過喔 對我來說跑步 最痛苦的就是要一直跑 跑好久 跑了也許 二三十分鐘以後才會稍微有一點愉悅的感覺 啊 大概是因為我不太適合跑步吧 可是重訓不一樣啊 我一旦熱身完喔接下來做深蹲 做到第1組 接下來第2組第3組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 有一種 愉悅興奮的感覺 就是嗨嘛 合法的就像 合法的毒品一樣 吃辣也會有類似的感覺 因為那個 吃辣帶來的疼痛會讓人的腦 那個分泌 叫什麽多巴胺喔 還是什麽 就會有愉快 擺興奮的感覺 而且喔 你能忍受痛苦 比如說吃辣的疼痛的話 那代表你的體質 也特別適合練重訓 所以 雖然吃辣 很可能 不會讓你直接變瘦 但是 喜歡吃辣的人 或許就是適合去重訓的人 前提是要正確的重訓 因為 重訓 健身業 近年來還蠻紅的 可是在台灣什麽東西喔 只要他 還是很紅的時候 就會有點像是 群魔亂舞一樣 一大堆似是而非的 那個 邪說 像是 什麽 看起來身材不怎麽樣的那個跳舞的 KIMIKO也來講他那個對重訓的看法 很多都只是瞎掰的嘛 OK 然後 好 講到這邊已經跟吃辣沒有什麽關係了 乾脆我來秀一下肌肉好了 因為 至於對打赤膊 有反感的人 趕快關掉 不要檢舉我 OK 好啦 雞肉沒有很多 但是 真的雞肉練到太多的話 缺點就是會 常常會覺得很餓 看我的三角肌 常常覺得很餓的話 就要吃很多食物 所以 你的伙食費會比較高 這套優點也是缺點 因為代表你新陳代謝就像 高中生一樣 或者是國中生 非常的高啊 所以 怎麽吃都不會胖 缺點 另一個缺點就是當碰到飢荒的時候 比如說北韓嘛 北韓就因為那個 政局的關係 人民 常常會餓肚子 然後碰到飢荒的時候 雞肉多的人 因為消耗熱量比較高 他們就會比較先掛掉 因為他們受不了了 他們身體 就失去平衡了 反而是那些雞肉很少的 比如說少巴巴的老太婆 這是他們的生命的韌性還比較強 所以 喜歡吃辣的人 可以考慮去 健身房 或是重訓 或是在家裡弄那個 家庭健身房 也就是home gym OK 因為 對 挺好的 健身是挺好的運動 而且 蠻爽的啊 就跟吃辣一樣 哈哈哈 如果你已經看到這邊的話 乾脆去搜尋一下我Facebook的粉專吃辣達人 一開始我調這個加辣的七味粉 後來叫他魔法七味粉 只是為了 自己覺得很好吃 很好用 什麽都可以加 而且 只要保持乾燥 他就不會壞掉 然後後來有朋友啊 陸續需要 我就 挑給朋友 啊現在那個 還有商品可以買了 所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呵呵 我可以先來賣 然後 我先來賣 我先來賣